我們再來看第二次章的21題 那這是在講什麼呢 他說如用圖 這張圖裡頭我們可以看到 先你看 先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一個完整的熱力學的一個回路 這張圖呢 圖的x 座標則是體積 y 座標則是壓力 那我從點1出發 經過了一個排酬生 注意這個字要自己記得 等溫過程 對不對 等溫過程從1走到2 那2走到3呢 看起來是一個什麼 這裡你要寫單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定容過程 所以這個體積是固定的 從3又走回1 這個過程是所謂的RB 所謂的絕熱過程 好 那你不知道可以說什麼呢 今天我在這張圖上呢 你知道B2跟B3也是定容過程 所以體積2跟體積3是一樣的 所以B2跟B2跟B1比起來 B2跟B3是三倍的B1 好 那這個體積又告訴我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這是一個什麼 雙原子理想氣體 然後有NWAR的這個理想氣體 那在這個過程中 所以呢 題目這幾個地方告訴你的時候 你馬上要有一個意思 就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的這個TV圖 好 所以我們從1走到2 2走到3 3再走回1 1 2 3 好 所以1的是等溫 好 2到3是定容 好 3到1是絕熱 那我又知道一件事情什麼呢 來 這一個下來的體積 跟這個下來的體積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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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我們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理想的雙原子氣體 所以理想雙原子氣體 馬上告訴你一件事是什麼 而且它不振動對不對 所以它CP呢 會等於5分之5啊 CP 會等於7分之2啊 然後呢 它的代碼值 還記得代碼是什麼嗎 CP跟CP的比值 等於CP 除以CP 所以會等於多少呢 5分之7 等於1.4的 好 所以題目一開始呢 就告訴你的這些參數值 那你照這些參數值呢 你就可以開始做計算了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題目要問什麼 首先 第一個 A小婷他問 今天他想問P2跟P1的比值 就是壓力1跟壓力2的比值 B小婷呢 是壓力3跟壓力1的比值 C小婷呢 是T3跟T1的這個比值 好 所以基礎的3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它呢 來 首先第一個 A小婷 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 他要問P1跟P2的比值 P2跟P1的比值 P2比上PY 等於多少 好 好 那P1跟P2呢 今天我們用的公式會是什麼呢 你看一下P1跟P2 在哪裡 P1在這裡 P2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呢 P1跟P2的比值 我們用的公式是什麼 P1 V1等於 我寫上面好了 P1 V1等於P2 V2 為什麼 它是等波溫的 對不對 它是一個等溫過程 好 這邊告訴我們是等溫過程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P1跟P2 V2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很明顯可以看到 所以P2比上P1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把P1 一過來 P2一過去 你有什麼意思嗎 可以知道 V1比上V2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比值是多少呢 剛剛都講過了 所以這是V1 這是3倍的V1 對不對 3倍的V1 所以等於1 3分之1 或者是0.333 好 這個A小題 好 B小題 B小題 B小題要為什麼呢 P3跟P1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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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那P3跟P1是什麼 它這個過程是絕對的過程 所以千萬不要再用P 所以絕對過程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P1V1的幹嘛次方 等於P2V2的幹嘛次方 注意到絕對過程 它所遵守的都是什麼 P1V1的幹嘛次方 對不對 那在同一個過程下 他們遵守的常數 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用的是P1V1 的幹嘛次方 等於P2V2的幹嘛次方 好 那這樣一個式子呢 當然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你有喝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稍微做一點點巧妙的變換 怎麼做呢 你看喔 如果我提出一個P1V1的話 也就是P P1V1 然後呢 V1的幹嘛減1 是不是還是等於P2V2 然後畫到起來 V2的幹嘛減1 對不對 我提出一個這個東西嘛 好 那P1V1跟P2V2 V2在我們前面的 抱歉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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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3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寫 等一下喔 這個下一個 這個下一個再用 這個 這個 這個不需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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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直接 就可以下去再用 好 現在我們只要比P3V1 P3V1 抱歉 P3V1 所以呢 我們會解什麼 P1V1跟P3V2 幹嘛刺斷 好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是多少 3分之1的多少刺斷 剛把這樣是1.4 對不對 好 那 這樣的值呢 直接就是答案了 所以是 0.21 好 這是P小P 好 我剛剛都是C小P要用的 好 好 這個應該可以啦 這個是直接P字 好 那C小P呢 C小P呢 C小P是比P3跟P1 好 P3跟P1 整個多好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剛剛那個寫 寫進來 P1V1的 幹嘛吃飯 P3V3的幹嘛吃飯 好 P1V1 乘以P1的 不幹嘛解密 P3V3的 1up P3的幹嘛解密 好 好 好 那 題目要我問P3跟P1的比值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頭 我們知道P1V1 其實是等於什麼 這個 其實相當 就是NRT1 對不對 這個呢 是NRT3 是不是 所以 我們就知道 其實 那在這裡頭呢 你看喔 NRT1 是P1V1 NRT3 是P3V3 那因為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的什麼 七里分怎麼變化 有變多變少嗎 沒有嘛 對不對 現在N值相同 R是你想起全部相同 所以呢 我們就用公式變成 T1V1的 Gamma-1 等於 T3V3的 Gamma-1 好 那題目要我問的是什麼 T3V3 T1對不對 所以 T3V3 T1 會等於什麼 V3 V1 等 Gamma-1 好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把它給 戴進去 戴進去 就會等於 13 13 13 斜白 1Y13 好 所以就等於 3分之1的 Gamma-1.4 對不對 0.4 所以就會等於 0.64 好 好 這是 第一個部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部分 他說 今天有路徑1走到2 就走很多過程中 他讓你求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的公 W 比上 NRT1 以及熱 比上 Q 除上 NRT1 以及 我的內能 除上 NRT1 那 最後呢 我還就要知道 我的3X βS 除以NR 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來替小提 替小提 替小提 為的是什麼 我的風 我的風 除上 NRT1 好 好啦 那 怎麼算這個題目呢 來 我們從 基本的背景 我們的風等於P P PTB 對不對 今天我的風 就等於 去積分PTB 好 那在這裡頭呢 因為我是等溫過程 等溫過程的情況下 現在我的P相當於什麼 V分是NRT VV 好 那這有機會你們學過啦 NRT 是常數 對不對 這就是VY 這是V2的Y 好 那我都會覺得什麼 Long的 V2比上VY 對不對 這我們的功 好 這題目要問的是 這個是多少啊 對不對 所以在等溫的過程中 等溫 等溫過程中 在等溫的情況下 所以呢 我的風 比上 NRT1 好 就相當於什麼 就相當於 NRT1 比上 NRT1 的Long V2 比上V1 對不對 所以最後就等於什麼 上下消掉 好 剩下 那V2呢 你知道V2其實是三倍的DY 對不對 所以VY又跟VY消掉 所以呢 最後就是狂弄3 通常是1.1啦 沒有記起 好 所以這個大概等於1.1 大概 等於1.1 寫弄3就可以了啦 你們計算的時候 就想要弄3就可以了 而且1.1可能還 其實1.09多啦 所以 寫弄3 比較知道是什麼 好不好 好 這是D D小婷 D小婷 他要問 Q 比上 NRT1 好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問題 Q 比上 NRT1 Q比上 NRT1 這個Q 就怎麼算 Q Q比上 NRT1 首先我們先想一個問題 齁 好 今天我們在這裡頭的Q 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內能 先講Q 先講內能是什麼東西 NRT是什麼東西 NRT是什麼東西 在這裡頭 我們內能的變化 是N CB NRT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 等溫過程 有沒有NRT1 等溫過程 等溫過程 有沒有溫差 這樣叫等溫碼 一定是沒有溫差 對不對 所以NRT1 就是0 對不對 好 好 那你知道它等於0的話 所以這是0 這是Q-W 所以我推演出什麼 所以依照內容 第一定律 我就知道 是Q 就會等於W 對不對 那當Q等於W 上面我們已經算完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Q 除以 NRT1 其實就是 W除下 NRT1 Long style 好 好 好 這個問題 那當然了 F F是什麼呢 就差掉 就是應該先算F F告訴你 Data1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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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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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三個定義是什麼 三差的定義是什麼 λs 等於λq 除以 t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它是λq 除以 t 那就λs 除以 t 所以事實上就變成什麼 q 除上 先不要寫那麼快 q 除以 t 然後呢 nr 所以是什麼 q 分之 n 對不對 好 那它跳一個意思 λq 3 好 這個有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喔 第三個部分 它是六個部分嘛對不對 第一個部分只是問這些p的比值 跟p的比值 第二個部分是問在溫過程中 它的一些比值 好 那第三個部分呢 從路徑2走到3 所以這是什麼過程 定同過程 對不起 定同過程 就是停變 好 那它會有 w 除以 t1 q 除以 t1 以及β e 除以 t1 好 還有這個 3x 除以 t1 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h對不對 h 小b 好 首先第一個 打b 除以 t1 看你以外 會是多少呢 知不覺得 定同過程下 打b 除以 t1 是多少 首先問打b 是多少 打b 除以 t1 好 有點記得 打b 除以 t1 打b 除以 t1 哪個變化呢 其實有沒有變化 已經沒有變化 所以其實沒有變化 表示怎麼樣 0 0 所以呢 我的 w 等於 0 所以 a 小b 除以 t1 所以 a 小b 除以 t1 0分之 nr1 0 應該是 i 對不對 再來是 i 好 i 好 a 小b 問怎麼呢 q 除以 nr1 等於多少 好 那 q 應該是多少呢 我們來想一下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 這個 q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 q 相當於 n 定隆嘛對不對 現在只能是 c 對不對 它多的是 cp nc.p 好 好 好 那 nc dnrb 所以是等於 nc dnrb dnrb是誰呢 dnrb是 T 這是 T3 對不對 T3-T2 對吧 好 那 T3-T2 T3-T2 其實相當於什麼 我們再想一下 在這裡頭等溫過程中 T2其實是T1嘛對不對 因為等溫嘛 T2-T1嘛對不對 所以等於 ncv t3-T1 好 好 T3又是多少呢 T3 差不了 對不對 好 剛剛我結論是怎麼算T3 有沒有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在這邊 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T3-T1 有沒有 一個T3-T1等於 呃 剛剛算起來 T3比上T4 好 0.644 有沒有 好 剛剛前面的 這是幾小 C小D 或是C小D C小D C小D C小D的答案 對不對 很好 所以呢就等於 呃 C小D T3-T1 所以T3 是0.644的T1 對不對 齁 我把T1提出去喔 齁 所以是0.644-1 齁 所以會等於 等於多少呢 齁 齁 對 對 對 保險 CB 在這頭齁 CB 我們要把它換出來 齁 CB 是多少 CB 2分之5 R 對不對 齁 好 好 那有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題目是N Q除散跟RT1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等於什麼 負的0.89 NRT1 比賽 NRT1 對 負的0.89 好 好 這是I小D 齁 好 接下來這個小D T1 比賽 NRT1 好 那在這頭 不要忘記喔 Data1 等於Q 減掉W 對不對 那現在W是多少 剛剛前面說的 W等於0 W等於0 所以我們Data1 就會等於Q 那因此這一點答案會等於多少 跟 這個叫做J小D 齁 所以這個 1 除以NRT1 就等於Q 除上NRT1 所以就會等於 2 有一點拔球 齁 好 這個有問題 這才是K 對不對 K 好 K小D K小D 為什麼呢 DataS 比賽NR 對不對 好 那DataS 我們剛剛講說 DataS DataS DataQ 除以T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屏幕其實相當 那你問Q 除3NRT1 那 答案會多少 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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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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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裏講話題 好 來 再來 我們再來下一個 它為什麼呢 第四個部分 由3回到1 W取NRT1 Q取NRT1 Data1 還有DataFN 這四個 同樣採用一遍 那當然這題目最重要的是 讓你們怎麼樣 了解一下很關正的一個情況過程 到底裡頭的風 熱內能 還有3的變化 好 那我們先來看 所以第一個要問 第一個是問 W取NRT1 L W取NRT1 好 好 那在這裏頭呢 就稍微偷懶一下 怎樣偷懶呢 做一個簡單的表 做一個簡單的表就是到了 前面我們算了一大堆 所以1到2 由1到 好 這樣做一個表 我們的Q跟我們的W 好 1到2 然後呢 2到3 好 然後呢 3到1 好 我們前面的算 第一個Q 所以呢 1.1NRT1 W呢 第一個過程呢 1.1NRT1 好 第二個呢 是-0.89 這根畫太小了 我畫大一點 這樣比較輕輕 畫大一點 我把它畫大一點 好 這樣子 好 1.1NRT1 好 然後呢 1.1NRT1 好 -0.89 NRT1 0 0 0 好 我們現在要求這個嗎 對不對 好 那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在一個循環過程裡頭 完整一個循環過程裡頭 當我走完一個完整的過程的時候 我心裡頭的內能 必須要回歸為0 必須要回歸為0 你現在想像一件事情 假設我有一個氣體 經過壓縮 膨脹加熱 然後呢 壓縮 降溫回來 它應該會回來最有什麼狀態 對不對 不然你循環了幾次 這個氣體就 內能越來越高 最後就離子化了 對不對 就變成太陽啊 甚至發生核融合了 對不對 那 比如說你行摩托車會被吸一吸 後來就變成太陽了 變引擎啊 對不對 發生核融合了 對不對 溫度太高了 都變離子了 對不對 不會嘛 對不對 不會嘛 因為它一定要回來零食的狀態 只要循環過程 所以Δ1 在整個完整的一個循環過程中 我的Δ1 應該要等於 應該要等於 最後全部的Q 而且要全部的W 好 那因為我現在整個是一個完整的循環過程 所以我知道Δ1 Δ1 Δ1 等於0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由此是我們知道啊 就知道 Δ1 就會等於Δ1 W 好 那問題 問題 就 就簡單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 兩邊的等式 把它寫起來 好 所以 1.1 1.1 NRT1 減0.89 NRT1 加0 等於 1.1NRT1 加0 加上 現在不知道的W 對不對 在這裡嘛 好 W3 好 W3 所以 W3 應該要等多少 -0.89 W3 NRT1 對不對 因為 這個就沒有消掉 那0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0就沒有了嘛 好 那因此呢 W3 比上 NRT1 會等於 0.89 好 這是 表小T 這個 好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下一個標號 是LK M小題 問Q 比上 NR 1 等於多少 好啦 那這題就是 直接是送分 因為剛才叫做過程 叫什麼過程 絕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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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個進到形成平 沒有嘛 所以Q等於0吧 所以Q等於0 那因此這個值就等於0 好 N 好 N N部分呢 是1 不是這樣 NRT1 所以呢 Q等於0 所以Q等於0的話 我的1應該是等於多少 Q等於0 好 我這樣寫 NRT1 對不對 Q 減掉 W 對不對 那Q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是負的 W NRT1 那剛剛的 W W數以這個是負0.89 所以 這兩個相數就是0.8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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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個 NO 問的是 ΔS 除3 NR 那這也是送分題啦 所以等於 NRT1 然後ΔQ 好 ΔQ是多少 是0 所以整個是0 好 味道 醸